MLB林子伟三类安打建功,连四战有安打表现。 红袜队27日与精英队进行双重赛,林子伟在第二战先发出赛,他在二局下击出追平比数的三类安打,单日二战都有长打表现,且连续四场有战上打击区的比赛均击出安打,此一精英在比赛后段有大局攻势,中场以10比3击败红袜。 精英力局上就先拿两分,下半局菲利普斯,Brandon Phillips,在满壘时击出滚地球造成失误,红袜追成1比2。 林子伟二局下击出中外也非球出局,四局下林子伟在一类有人时击出本击手之三类安打,帮助红袜追成2比2平手。 精英七局上在一三类有人局面连续击出三支安打进账3分,将领先扩大为6比3。 九局上又靠住四次保纵与二支安打进账4分,比数形成10比3。 红袜在五局下追回一分后,连续四个半局均无法攻破得分大门,中场就以7分拆落败。 林子伟子一以先发由击手,第九棒身份出赛,四打数击出一支三类安打,共建议打点,打击率持平于2×46。